在城市上的誓言尖刻了永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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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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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父皇 父皇可是想成胜追击 出兵一举拿下福渝 父渝派使臣来 予与我大汤联姻 真的皇子中唯独你没娶妻 不如以此机会假借和亲使臣身份 前往福渝 探其底细 即日便便将启 即日便将启 即日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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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两买给我 买给我 好 五十两 八十两 八十两 一百两 胡子公子 一百两 一百两有没有 一百两 还有人比他高的吧 一百零一两 是肖大人来了 这不是肖子律肖大人吗 果然是福于第一才子 肖子律 君子不读人所好 你别挑事啊 这肖大人一百零一两 还有没有 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一两 一百五十一两 肖大人一百五十一两 两百零 两百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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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大人两百零一两 三百零 三百零 好 好 好 他别怨了 对啊 还有家呢吗 三百两一次 三百两二次 三百两三次 同舅 恭喜胡子公子上台 请 请这位公子 恭喜 恭喜这位公子喜得贵猪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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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浮渝虽小 百姓倒也安居乐业 热闹得很啊 哎 殿下 你看 公子 你看哪儿 咱们这次来福玉 以和亲为友 实则刺探情报 万不可暴露真实身份 长生郡主 果然大手 肖默佩服 我是不是听错了 对啊 怎么听到长生郡主啊 肖大人从小 与长生郡主相识 他绝不会认错 他他他 他就是长生郡主 别 你别别别 怎么跟他 不行 走 你还是想活一阵 怎么会 找他 你真没 误录 神明 别人 主动我的路 公子小心 好 快开 是 不是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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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小心的 不是那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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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吧 几件事行 咱们走 郡主 咱们干嘛去啊 寻找有缘人 别怕 我的音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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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公子 公子没事吧 公子 你的手流血了 善善 你说没事了 自己不已久了 咱们还说 恭喜郡主 贺喜郡主 柱子碎了 姻缘没了 我手也受伤了 何其之有啊 非也 非也 郡主有所不知啊 这其实你的姻缘啊 那鸾凤柱也未必有用 但是就在刚才意外之中 你的掌心凭空多了一道伤疤 这或许暗示你的姻缘 也多了一线生机啊郡主 我相信 不久后 咱们常罗王府 就要传来喜讯 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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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着了吗 没有 嘴硬得很 什么刑法都用过了 有几个撑不住 已经 开门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不说是吧 大人 说不说 大人 秦王 有种你杀了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不许 不许 一会儿你们会抢着说的 弟兄几个 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秦王 你有什么苦情 尽管 试出来 兄弟们 吃得下 吃得下 说到吃 我还真有点儿饿了 上 如今寒冬腊月 正是吃烤制的时间 先前你们说 什么刑法都数了 可有人听说 将人脚掌斩断 有人拖着 在这烧红的铁板上 来回行走的法子吗 走上几遭 筋骨都会被活活搞事 你少妄想驱大成招 咱们兄弟 什么苦没收过 那 灭门绝户之苦呢 你什么意思 我又将你直接杀死 再将你的尸首运回大汤 自然会有人除掉你们的亲人 永绝后患的 你胡说什么 我们不是大唐人 你不是大唐人 你脱口就叫我秦王 可我是以使臣身份来的 浮于没人知道我的底细 听你口音 我就知道你是河东道人 你不如来猜猜 我若将你的尸首运回大汤 你们的家人按捺不住前来认领 需要几日 而后被除掉 又需要几日 我说 我都说 会说话的 一个人就够了 是 大人 看来有人想趁您浮于何精至行声势 我这才刚到浮于 大汤那边便按捺不住了 那大人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明枪一朵案件难逢 咱们得抓紧时间 刺探浮于情报 是 前两天不是刚画了一幅吗 怎么又来 累死了 郡主请谨言 生死之事岂可宣之欲口 这可非大家归秀所为 郡主 行慎行 行貌端庄归九度 方位名门千金典范 同一句话 反反复复地说 你们不累我都累了 郡主 郡主不好了 墓园树林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有人从树上摔下来了 直到现在还没醒 郡主 长老板送来的货 又少了整整十斤呢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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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的鹰又不吃东西了 厨房说 炙上的和虾没有了 加水厂的账目有一百三十两 你再对不上了 王妃屋里的古董花瓶 被下人不小心打碎了 装我的菜肴要更换吗 你现在马上去济民堂 找公孙大夫 让他立刻前往医治 不管结果如何 长乐王府都会负责到底 是 你静下 四两牛肉 四两羊肉 二两香油 混合在一起捣碎 捏成指甲大小的肉丸 再喂一次 是 换成西湖牛肉羹吧 是 是流能 我观察很久了 跟他把钱要回来 然后 账子二十 给一些医药费 潜松出府吧 是 去承西找孙伯 做一个验品 趁王妃回来之前放好 是 价格减罢 若有下次送官查看 是 郡主 你也画了好久了 咱们休息一下吧 走 喜训 绝对是喜训 大唐已经答应了 咱们联姻地劫邦交的建议 使臣我都见到了 并且已经把士陵女眷的画册 都给了他们了 承生今年也有二十了吧 还差一个月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难道你要一直把她留在身边 架不出去 成人笑柄吗 长生 士陵难驾 满城皆知 既然目前 只是备选 不如索性就是她了 你想 长生士陵难驾 满城皆知 她不是宁缺污滥的问题 她是根本就架不出去 此次联姻 不但是架出去了 而且 而且要是我们打起来的话 还能帮着咱们对付大唐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皇兄啊 就这么定了 这也是长生的荣耀 接下来 这个士臣就祝你尝了王府吧 由你跟长生负责接待 皇兄 令志贤 臣弟 令志 好 郡主良缘将至 为何闷闷不乱 我是在想 如何把我实际 总不能空坐着 等良缘自己上门吧 不如 咱们再泡一次绣球 泡了一百零三次了 回回我要抛的时候 他们就四下逃窜 好像我抛的是火球一样 要不我们再来 比武招亲 比武招亲 比了四十三次了 回回我还没出手 他们就说 被我的内力震下台了 长生 长生啊 爹爹 躺在这儿呢 爹您坐 好 何故如此慌张 我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个 好消息 你的亲事又着弱了 我的老院自己上门了 天哪 平素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婚事 今天竟然主动上门了 我的长生啊 你还是先听了坏消息 再高兴吧 国君想让你去备选和亲 对象是大汤的秦王 和亲 也不错啊 虽然距离是远了些 但是交通方便 以后啊 我还是可以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这个秦王 那个品貌如何 您能解释啊 这个秦王据说是貌似中魁 品性恶劣 最可怕的是他还冷血无情 总而言之 所有词语加起来 都难以形容其一二 这个圣天纲 果然不靠谱 爹爹 能不能拒绝啊 圣旨卫下 或有转环的余地 但是皇兄安排咱们负责接待 无日这个大汤使臣 就要住进咱们王府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啊 他可能是想让使臣 与你多多接触 慕卿他们的底细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既然皇帝伯伯有此安排 那我便好好表现 郡主 你准备一会儿如何好好表现 要不然 我去找把锅底辉 擦你脸上 亏你想得出来 我可是浮云有名的美人 半仇 有人会信吗 郡主 鞭炮用完了 换成双响 会不会太 听我安排就好 是 郡主 身形啊 就是左思右想 才如此甚行 你们不是问我 想到办法了吗 这就是我的办法 我要让使臣大人 对我失望至己 主动换人 郡主聪明 郡主 库房的红筹 不够装点之用 已正让人去买了 但是正是年关 怕还是凑不起数量啊 郡主 府里的香花也不够了 被查用西湖龙井 还是天山许菊呢 郡主不好了 原本送给使臣 前的金香玉如意 刚刚被 被王妃不小心打碎了 府里也没有一样的 现在该怎么办啊 郡主 王爷和使臣大人 已经到街口了 把去年的红筹拿出来 混着用 鲜花不够 那就换成绿植 你们说的两种都不要 换成陆安瓜片 玉国泰民安 去库房里面 随便拿件礼物出来 不用太贵重 不过要注意分寸 虽然我要让使臣大人 不喜于我 不过 不可丢了浮渝的颜面 郡主 去啊 是 郡主做到如此 只怕使臣 是不会见您啊 郡主 王爷带使臣大人回来了 走 郡主 长生见过使臣大人 郡主免礼 是你 怎么会是他 来 长生啊 来 这仇子怎么是旧的 而且还皱皱巴巴的 使臣大人突然造访 家里仇子不够了 大人应该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最讨厌大红色了 这种旧仇子的暗红色 极好的 大人喜欢就好 哦 家里的鲜花也没了 我换成了绿植 我最讨厌花了 郡主司律周全 领个来 使臣大人请 来 使臣大人请上座 接下来几日 使臣大人就暂住在我府上 有什么需要 随时和刘长生处 嗯 我不会客气的 上茶 来 请用茶 府上饭淡茶粗 想必大人是喝不习惯吧 这是录完刮骗吧 正是 胡闹 快去拿我的天山雪菊和西湖龙井去 快去 不必了 我最喜欢喝鹿丸瓜片茶 郡主足不出户 便能对一个使臣的喜好 了如指掌 真是一家一世 想必加入秦王府 也是一个能担得起的贤内助 我 使臣大人过誉了 咱们上饭吧 可爱吧 枫废小姐一番刁难 没想到 反而被使传大人喜欢 公子 郡主 使臣大人 郡主唤我一安便是 长生粗鲁 先前在街上多有冒犯 今日在府中又招待不周 我这个人啊 生来就忙忙撞撞的 大人见谅 郡主体贴入微 连我最喜欢喝的鹿丸瓜片 都事先准备好 何来莽撞一说呀 大人先前见到旧仇子 明显眉头微皱 可见对鹰鹰旧物并不喜欢 您说只喝鹿丸瓜片 可鹿丸瓜片 当用废水烹制才会见色出味 而我用的是温水 以大人您的身份 若真是只吃此茶 又怎会看不出来 郡主观察入微 心思细腻 我定当在秦王面前 为您美颜 大人还要在王府铸足数日 不妨再多观察观察 郡主此言 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有意嫁到我大汤吗 你的理解能力 是不是有些异于常人啊 很多人说 我可以触类旁通 了解世心背后的真意 这不 我就来了 大人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退下了 这个常生郡主心系如沉 大人由她接待的话 大人由她接待的话 我倒觉得这个郡主不错 乾脆娶了吧 大人 咱們先行遣來的探子 已在城中住下 之前的刺客 已被帶回密室 等待您的捨棍 氣死我了 這大堂的使臣 當真如此可惡 就是 那我幫你罵他好不好 你別生氣了 臭烏龜 壞東西 錦兒 你最好了 不過罵人這種事情 可就難為你了 你還是繼續做你的乖乖女吧 對了 聽說你和馨琳的事情定下來了 他回京樹職 應該就不會走了 對了 我托他給你帶來一樣東西 你看了之後 一準你就高興了 是屈原大夫的少司命 嗯 謝謝錦兒 我一定會好好珍藏的 據說啊 這是舒嬅明家的手抄本 正本 應該只有大堂才有 又是大堂 小姐 三公子來了 快請 錦兒 時間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你著什麼急啊 再陪陪我吧 郡主 何必著急 小妹人又追不上你 三哥 肖三郎 郡主平日素愛收集 西漢文稿 是不是因為 與己有緣 聽聞郡主桃花西薄 紅鸾不興 可見郡主也是 極其稀漢之人 只怕是要保育蒙臣 不見天日了 肖子律 你不要得孫進尺啊 上次你台價鸾鳳珠 害我花了那麼多錢 最後還碎了那事情 都還沒跟你算賬啊 我錯了 我錯了 我真的錯了 知錯能改 善莫大焉 郡主現在可算是 重見天日了 聽聞郡主要和親呢 實乃我服輿這大姓啊 你說什麼 郡主遠嫁 我服輿二郎 再也不用擔心 要娶郡主了 難道不是大姓啊 你 好啦 你們兩個好端端的 怎麼又吵起來了 看在儉兒的面子上 放我 儉兒 那我先回去了 嗯 郡主不想要遠嫁 倒也簡單 真的 你快說 郡主在和親之前 嫁出去不就好了嗎 我倒是想嫁 你娶我啊 也不是不行 想得沒 她拒絕我 你聽到了嗎 她拒絕我 我聽不見聽不見聽不見 我該你去和親 有了嫁就不錯了 還挑肥減瘦 小姐 時辰不早了 奴婢服侍您早些更衣就請吧 小姐 我在想今天蕭子律跟我說的話 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什麼話 嫁人 皇帝伯伯 總不會逼著我一個有夫之婦去和親吧 國軍雖然沒有下旨 但他的心意 大家已經清楚了 何況您的名聲本來就 現在還有誰敢娶您啊 總有那麼幾個不罷死 不是 總有那麼幾個 不畏強權 願冒天下之大不韋的人吧 不管 我意已決 可是 你們不用去好了 沐浴更衣 小柯 你們先下去吧 我想自己待一會兒 小柯 原來你在這兒 是陳大人 出來 你別逼我進去啊 我可是很粗魯的 他要進來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 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他要做什麼 最好自己乖乖出來 否則一會兒有你好受的 出來 哼 我 啊 啊 我 我 我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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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西装 静看白雪 默然 飘落 对天 不堪寒雨的红花与白雀 一如也就 凋谢 迎着北风 丝丝烦烈 相看 难舍 难辨 害怕一差就 褪却的热烈 飞雪淹没长夜 天涯已变 伤害无缘 看不穿宋命变幻的一切圆圈 人听思念 燃烧了岁月 孤单 何意 相未解 天涯已暗 秋月散 听着我的呼喊 离世青山 春风 封面 幻影有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